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各地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是陽光普照的 一個天氣形態 其實明天跟今天差不多的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明天跟今天相較之下 水氣更加的減少 所以各地可以感受得到天氣更為穩定 而且溫度也會再往上回升一點 這樣天氣狀況 到了周三之後就會有改變了 周三隨著封面接近 因此天氣開始變得不穩定 到了周四之後 封面就會通過臺灣 因此全臺各地都有降雨的機會 至於明天的降雨情況 我們從雨區預報圖上來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期間 只有在中南部山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到了明天來說 在這個山區的部分 要注意午後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了 不過整體的天氣狀況 尤其是西半部地區 看起來明天還是非常晴朗的天氣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 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1到28度 再來看到桃園多雲 新竹跟苗栗 見得到陽光 高溫來到26度 好 繼續看到台中 彰化是晴道多雲 南投雲量比較多 高溫來到28度 雲林是多雲的天氣 加一個潭乃 都見得到陽光 溫度是21到29度 至於高平地區 明天雲量也比較多一點 溫度是21到29度 好 東部地區 明天包括海宜蘭 花蓮 台東 都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0到26度 繼續看到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是多雲的天氣 澎湖是晴道多雲 溫度是22到26度 好 那我們一起來關心一下 這個天氣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呢 明天來說水氣是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各地是高溫晴朗的天氣 但是到了星期三之後呢 隨著風面慢慢接近 因此在北部東部地區呢 就會轉為有降雨的一個天氣形態 而到了週四之後呢 這個風面通過 再加上東北季風增強 全台都可以感受得到雨勢 不過呢 中南部地區的雨勢為何 會不會下得很大 還必須要再觀察的 但是呢 溫度會往下掉 也提醒大家特別注意囉 好了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